成语接融二,我们来谈舞台与背景 我们想做到的是,在舞台的背景上面直接出现题目 那我们就必须动用到舞台的部分 不管角色或者是舞台,它都有一个背景区你可以画图 在角色里面,它是所谓的造型,一样可以画图 我们来看舞台,如果我们要在这边产生9张图,9个舞台 123456789乘以1到9,那你当然可以在这里画图 可是这样画很丑,不建议你这样做 那你也可以用打字,很可惜的是,Squatch2在这里只能打英文 不管Windows,不管Linux,都是只能打英文 那怎么办?我们只好利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使用小画家去画9张图出来 那避免时间上的浪费,就请大家可以在这里下载 这是一个压缩档,我们放在桌面上 你把它解压缩 就是看到一个B04的资料夹,里面会有9张图 还有一个范例档,好,那我们把这个图档汇进来 Squatch2进来,在舞台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背景 开启上传的资料夹,选择桌面 B04里面的1到9,可以用Shift的键选择 1到9,这时候9张图就会被汇进来 第一张图不要,选择这个三组件XX 你会看到我们这张每张图都是480x360 也就是说我们的舞台大小是480x360 那你汇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顺序不太对 请你把它调正确 请你把它调正确 还有它都是偏左上角 那我们如何把它放在正中间呢 请你按这个三角形箭头 把这边的区块变小,这边区块变大 这边有一个设计造型中心 把它对准中间 好,这样它就在中间了 一样设计 对准中间 好,一个个做 然后你也记得要把顺序调完 第一个不是这个 第一个应该是什么 一心二用 所以你要把它往上移动 一心二用在上面 最前面 然后再来是二 两全其美 好,所以你要去调 那这边录影暂停一下 等调完我们再回来录 好,当我们调成这样 一心二用 两全其美 三阳开态 往下走都在中间 好,这样就可以回到我们 现场继续往下走 小猫咪把它放在旁边 我们的舞台 再给你一个小任务 这边老师故意不完成 你会不会发现这个字 就这样而已 我可不可以让字更大一点 注意哦,我们现在的字 是用图处理哦 我就会把字放大 好,这个小问题丢给你 我希望你能解决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在程式里面 我们希望它不断的出现 题目 那怎么办 一样回到我们最前面 我们最喜欢让电脑怎么样 重复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 不停的做一件事 每隔几秒钟出一张题目 每隔 三秒钟出一张题目好了 那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让题目 不断的出现 我们只要改变 它是第几张图就好 好,第几个背景就可以 所以那我们怎么办 在外观里面 把背景设定成多少就好 那我们就要去改变这数字 它就会变 那问题来了 这里 这个数字 是我们不可以固定的 要随机出题 你看Squatch这么多了 还有印象随机 抓出东西在哪里吗 大概在哪里 在运算里面 随便找一个数字来抓 我们有多少 1到9 所以 从1到9 抓一个数字出来 把它放进去 好,这样不好放 怎么办 一样善用这个箭头 把我们的编辑区变大 这样拉就可以放进去 好,那我们来按两下看一下 每隔三秒 每隔三秒 题目有没有改变 有 这样就达到我们的要求 出题目的要求 好,我们这个单元录到这里 我们这个单元录到这里